第二章 母亲的婚姻 直到1890年 广州还是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之一 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船只进出港口 出港的货船在走大量货物 诸如茶 丝绸 象牙 瓷器 毛皮 油类 中药 有时还有玩具 香水之类 运往世界各地销售 进港的船运来大量洋货 钟 表 铁器 锡药 毛料等 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 进出口贸易每天都在递增 生意人越来越富有 广州当时经商的有四大家族 攀 卢 武 叶 他们几乎垄断了广州所有的大货船 每家都拥有大量地产 广东省每年收两三季水稻 中国南方大多省份只收一季 少数两季 渔业资源丰富 而且盛产不同种类的水果 广东温润的气候 还适于发展养残 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 就能靠养残谋生 南海则喜欢在田间果园劳作 许多青年男子喜欢海上冒险 到南洋或旧金山淘金 有些人成功了 有些父母以为失去了儿子 可几年之后 他们突然看到儿子 带回了陈甸甸的金块和银子 有些人甚至带回了金表和钻戒 这些成功的冒险使广州变得更富饶了 他们往往在开始又一次冒险之前 为父母妻儿建造豪华的住宅 四大家族文明广州一个多世纪 每家在富人住的西关 都有宫殿式的住宅 每家门口都铺饰着皇家官道 石阶两边是石狮和雕像 主门廊每侧都有一对红木亮漆的长凳 庄严的大门漆成红色或黑色 门环吊在两个大青铜狮子头上 大门打开 迎面是一堵金雕细刻的隐蔽墙 墙前精美的瓷盆里 开满了美丽的鲜花 花坛按不同季节种花 春天牡丹 夏日睡莲 秋时菊花 冬令梅花松枝 在广州 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放鲜花 花坛上方通常悬挂着 刻两个或四个字的匾额 这些字常由知名的书法家提写 只要看一眼门口的匾额 就能知道这家的地位 一些知名的落魄书生 常靠提字为生 据说一个字的最高价 足以维持一家半年的生计 因为豪门富户 常为一个字花费二三百银元 在当时 有钱人大多奢侈 他们以为书法的价钱 可以显示自家的门第 四大家族常以多种方式 百阔显富 他们在各种场合 诸如婚礼 丧礼和生日宴会上 显示自家的财富和荣耀 他们建造豪华的别墅 招待高棚贵客 出版书籍 献给皇上或达官显贵 赞助演员 戏园子 节日演出和龙舟竞赛 建造富丽堂皇的寺庙 还为孤儿和老人造房子 冬天 为聚在门口的穷人 发放大米 夏天 他们开的药店免费供药 许多街角 都有为路人准备的热茶 凉茶 无论何时 哪里发生了水灾和旱灾 政府就会利用他们的钱财 他们也总是慷慨解囊 我妈朱兰 在四大家族之一的潘家 生活了12年 她到潘家时才4岁 她不记得家里什么样 只记得到处放着祖父留下的书籍 房前有一小片高高的竹林 她相信 她被潘家收养和后来嫁给爸 都是命中注定的 妈的家在景色秀丽的三水镇 她祖父是个学者 诗人 应试成了一名举人 她不肯离开年迈的父母 而她的许多朋友 都到大城市去谋肥差了 她却在家乡度过了一生 关于她的生平 住宿 可见广东省治 里面记载的 都是著名诗人 学者 艺术家和官员 她死时 除了几架子书 没给儿子留下任何东西 幸运的是 她儿子同一位 有钱相生的女儿结了婚 她照料着家 和陪嫁来的几百亩稻田 她雇佣农夫在田里干活 并鼓励丈夫继续读书 她为她的公公感到骄傲 在当时 学者属于最高阶层 她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朱兰最小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天 一位表兄送来一张请帖 请朱兰的爸去广州 庆贺她父亲的八十大寿 她在信里表示 希望带孩子一起去 朱兰的爸打算带她同去 他们第二天就动生了 生日庆典过后 朱兰同父亲和几位亲戚 跑到码头看灯火 那天是洋人的什么节日 街上挤满了人 朱兰的爸晚宴时酒喝多了 显得烦躁不安 对人群的嘈杂声感到恶心 到了码头 她发现 女儿丢了 在亲戚的帮助下 她在人群中寻找着女儿 找了一整夜 没有找到 第二天 又去找 还是没有 第三天 她就病了 被送回家里 一年之后 死于心脏病 在人群中 丢了父亲的朱兰 被一个坏女人 拎回家 不久 卖给了潘家 在那个时候 经常买卖小孩 长相好看的孩子 能卖个好价钱 一个姑娘 若被一单身妇人买走 真是幸运 没福气的 长大后 则有可能 沦为女奴或妓女 朱兰是幸运的 她被无儿无女的寡妇 潘少奶奶买走 潘少奶奶的丈夫 是潘家长子 死了好几年了 她生前帮父亲 经营料理所有的买卖 她的早逝 对潘家 是个莫大的损失 潘老先生 为儿子扶丧一年之后 发现 这位年轻的寡妇 料理生意 像她儿子一样出色 她不仅有男人的头脑 更有一双男人的手 这在女人中极为罕见 尤其是在那样的年代 她读书写字 比死去的丈夫还要好 她出身名门 父亲是个大学者 潘老夫人 许多年以前就死了 潘老先生的第二个妻子 有个儿子 才十岁 潘老太太体质瘦弱 一卧床就是两三天 庆幸的是 潘少奶奶除了生意 还能够料理家务 她认识同潘家来往的所有人 人们也都很尊敬她 她每天很早就起来 嘱咐佣人 今天该干些什么 晚饭后 她陪公公一起到账房 核对账目 下午 她常出面代表潘家 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婚礼 丧礼 生日宴会等等 她病过一次 卧床几日 医生说 是劳累过度 潘老先生心里明白 她是因为太孤独 所以才拼命地干 她打算让她收养个小姑娘 她知道 她喜欢孩子 潘少奶奶一见猪篮就喜欢上了 打算收她做养女 对大户人家来说 收养女可是件大事 得邀来亲戚 摆下酒席 当场宣布 潘老太太不太同意 潘老先生只好打圆场说 收养女的事先搁一搁 事实上 也用不着公开宣布 潘少奶奶带猪篮 就像是自己的女儿 猪篮对自己的家印象不深 四岁时 还不知父母和家乡的名字 她只记得 父母 哥哥 姐姐 和卧房里的书架 再有就是田庄里的鸡 猪 牛 潘少奶奶 当然不会知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她只是喜欢她 猪篮一头绣发 一双眼睛又大又亮 月亮般圆圆的脸庞 粉红的面颊 个子 在她那个年龄也算高的 而且体质很好 父母大都认为 这才是最理想的孩子 除了这些优点 猪篮性格活泼 爽快 总能给同她在一起的大人们 带来欢乐 潘少奶奶 每天都要把猪篮精心打扮一番 然后带她到 私塾先生那里读书写字 下午 她同其他孩子们 一起在花园里玩 有时 她还和少奶奶 一起出席社交宴会 或跟佣人出去买东西 好日子很快过去了 次年 猪篮的生母突然找到潘家 她塞给门房几个钱 就被领进豪华舒适的客厅 潘少奶奶早就等在那里 她十分理解 同情这位母亲 可她实在不愿猪篮走 她对猪篮的生母讲 这儿所有人都特别喜欢猪篮 留下孩子自然对母亲不公平 因为她为寻找孩子历尽了艰辛 可违心地让猪篮离开 同样不公平 她决定 让猪篮自己拿主意 猪篮被叫进来 她差不多忘了自己的母亲 聊了一会儿 爸 哥哥 姐姐 又重新回到记忆里 但她弄不明白 母亲 怎么来得这么突然 而且要带她回家 她在潘家非常快活 不愿跟母亲一起回去 猪篮当时长得还不太像母亲 所以当问她是否愿意回家时 她只是天真的摇了摇头 猪篮留了下来 她母亲在以后的几年里 来看过她几次 猪篮的母亲和潘少奶奶商定 等猪篮长大后 由她自己选择丈夫 婚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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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